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部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懂 然后到第二部就是想要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挽回周视 差距还是蛮大的 我本人其实是比较像第二部了 对 因为他们就知道第二部肯定是我演了 可以写的时候多少参考了一些我的性格 表演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变化的 因为就在拍第一部的时候其实有点吃力的 我需要去就是有增加自己的一些年龄感 到了第二季的时候因为又有第一季的铺垫 然后加上就这两三年确实是也老了不少 他看到有一个说叔叔 请问你今年多大了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你不要再记得了 老了不少 驾驭起来更加得心用手一些了 他也有很多的变化 第一部的时候他就是也是那种 懵懵懂懂 到第二部的时候 他也变得很成熟 在表演方面都开始多了很多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很特别的 因为就我们第一部合作完又合作第二部 然后完全一样的角色 是感受还挺明显的 还是有很多很默契的地方的 就我记得因为我们的情感是贯穿过来的 所以就有很多的点是我们可以直接抓到对方的 比如跳水的一场戏 因为我们第一部不是也有那个快要落水的画面吗 到第二部我们两个跳水 跳的就特别熟练 我一跳然后把一接 然后晚上就感觉特熟 卫妻 成功率特别高 我觉得主要是要看剧情 如果这场吻戏需要就是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的话 然后我就还是会有点紧张 你真的太会迫害气 但如果说这场吻戏就是甜甜的话 我就现在就不太会紧张 毕竟吻戏嘛还是多少会那种不好意思一下什么的 我觉得是比较敏感吧 就卫青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他就是会抓到很多的小细节 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会想得很周全 但是遇到了周适就开始那种一股脑的就是恋爱脑 然后啥也不管了 就感觉跟没事儿似的 做家庭富男也不错呀 以后你就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 冒美如花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负责冒美如花 你也负责赚钱养家 我就负责吃吃喝喝 虽然我是事业脑 但是我觉得我也是那种就是心思很细腻的一个人 就我很容易抓到 比如说身边人的开心啊不开心啊 然后大家的一些小情绪我特别容易感受到 其实挺累的说实话 有时候特希望自己就迟钝一些 然后完全就是什么也不管 但是就很难 就是他太恋爱脑了 我没有这么恋爱脑 那这样吧 我帮你呢把猫赶走 你呢乖乖去打针 二选一怎么样 一定要选啊 我我很热爱猫 也很热爱狗 小动我都很喜欢 打针我真的有点怕 我还记得我去打疫苗的时候 我问他说我说疼不疼 他就说疼死了 然后我说真假的 他说真的特别疼 啪就给我扎进来了 然后我之后就 嗯 那时候你知道就很难受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又被羞辱到 哈哈哈哈 我没有哎 我很想养 但是我在想养狗 也是真的 但是就是我又害怕照顾好他 就总之很多担忧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首歌找到一些自己的利益 在比如说面对那种 特别难过委屈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那种 不管什么事情 就在这个聪明里 是一个以往无前的往前冲的利益 说实话 我真的就是很不喜欢下厨 但是这确实做的很好吃 有些天赋在身上 我厨艺应该起码有9分 我会做很多那种稀奇古怪的菜 我有一个那个大菜 就是那个红酒焗牛尾 我可以做的特别 火锅首先是要吃的 真的很好吃 说真的我最近很迷烤鸭 最近又开始喜欢吃烤鸭 所以我觉得烤鸭 它也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下 我是喜欢吃皮的 因为就那个油脂比较丰富 蘸点糖 放点葱 蘸点酱 我最近买了一只树懒 毛绒绒的 然后它的头可以转 它手还可以抱住很多东西 我推荐大家也可以弄一个这个东西来 陪伴一下寂寞的自己 那想尝试的角色太多了 比如那种杀伐决断的军网 或者是那种非常悬疑的片子呀 或者是特别生活的那种 我都很想试一试 因为就现实主义题材 我现在接触的略微少一些 首先非常感谢海外的粉丝们 大家可以这么的支持大元时爱 然后也这么支持我 其实我都有看到 嗯 谢谢你们的 长久以来的喜欢和关注 接下来我也会努力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争取给大家多一点作品 然后能让大家看到 大家在海外一定要健健康康的生活 就是开开心心的每一天哦 祝你们健康 开乐 想我就多看一遍 永远多一点点 就让我心甘情愿 爱你 Super Idol的笑容 多美丽的甜 八月晨午的阳光 多美丽耀眼 热爱105度的你 滴滴 真凉脆 你看你我才发现自己 真爱一笑的眼睛 流过泪 哒哒哒哒 暴风雨 哒哒哒哒哒哒 ta 她的是 moon 这歌词的灵感 是一个很危险的那个 都很难播诶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羞Day 拜拜 欸你知道吗 我今天那个就是有那个那个VTV 然后玩这儿采访 然后他们带了他们VTV的吉祥物 好可爱 你知道叫什么玩意吗 叫海